曾经和有人讨论把孩子送给保姆照顾的问题 朋友A认为 时下社会都是双新家庭 夫妻必须同时工作才有足够的钱维持家庭开销 孩子交由保姆来照顾在所难免 朋友B却认为 就算过得艰苦也坚持要自己照顾孩子 他问了在座朋友们一个问题 你愿意将一万令吉现金交给陌生人保管吗 答案当然是不 朋友又问 既然你们不放心把钱给陌生人保管 为什么你们愿意把孩子交给陌生人来照顾 这是让人无法解答的问题 尤其是有越来越多保姆虐待婴儿事件 而且虐待方式极度残忍 许多人明知有风险 但为了工作赚钱也被迫冒险 只能求神拜佛自己的孩子遇到好保姆 如果家中两老有能力顾孙还好 否则谁又愿意找陌生人当保姆 只听从朋友邻居对这位保姆的评语或者击次家访 是否能确保此人不会伤害孩子 我有一位女性朋友将孩子交托给保姆照顾多年 一直相安无事 她经常称赞保姆的性格温和 做事也有责任感 对她非常信赖 直到某一天 朋友帮孩子换衣时 发现孩子身上多处有郁青 马上打电话询问保姆 保姆支支吾吾的说 你的孩子顽皮 自己跌伤的 孩子也太害怕 不敢回答 隔日 朋友亲自到保姆家问个清楚 保姆才内疚的说 由于她发现丈夫有外遇 一时气氛难荡 才会捏她的孩子出气 谈到法律层面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有意修改1984年托儿所法令 以便让所有收费保姆都注册 包括照顾一至二个儿童的保姆 根据副部长阳巧双指出 妇女部计划强化登记系统 系统资料将包含所有性犯罪者 精神健康 警方和法庭记录等更广泛的资料 以确保在托儿所工作者和保姆 学校守卫 校车司机 补习班老师或任何与儿童事务有关的工作人员 都会受到审查 以减少儿童的安全危机 不过 以上措施只能监管托儿所 却很难强制私人保姆也去注册 这群人为了节省麻烦 极可能尝试逃避注册 甚至收取较为低廉收费 以让家常不去举报 偏偏虐待儿童事件 有不少是无良私人保姆所谓 大马政府应该仿效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体育部 MCDS在不同社区开半位职业妇女儿设的托儿所 员工福利托儿所以及社会服务型托儿所 甚至立法规定商业机构成立托儿等等 只要是靠近住宅去和收费合理 相信多数家常都愿意送孩子去托儿所 不必依赖陌生保姆 更能方便政府集中监管托儿所